東京之間 風起雨 風 因為有你的掌聲 第一個學習的變化球是什麼 我第一個學習的變化球是曲球 第一個學的是曲球 曲球 一樣是曲球 不過這顆 這彈指曲球 對 我自己去摸手 大概摸了一兩個月才自己摸出感覺 前輩打爆那個 我在網路上自己學的 其實我的握法蠻奇怪的 是這樣 有一點是別人的滑球 因為我兩根手指頭握不太順 這樣子握丟起來比較順手 只要是自己丟自己試 反正就可能網路上或者是電視上看到 然後覺得可以學一下 什麼會同學們 學生們他們會透過書籍跟網路來學習 我覺得這無可或非啦 因為事實上我們在基層裡面 除了非常專業的球隊裡面 他會有專業的配置的教練 比方說打擊教練 手背教練 投手教練 可是這樣的資源並不是每個學校都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同學們 球員們靠書籍 靠網路來學習 這是沒辦法的 而且你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你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甚至連投手球 因為你投手球的高度 跟你在平地投變化球 它的感覺還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投球的時候 如果你放球的點不對了 即便你的手腕用得多好 那球是不會跑的 他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顆球 我動作是對的 但是球為什麼不會轉 他沒辦法理解 這個情況下 就是要有專業的教練告訴你 所以 擴除掉這些環境以外 那我剛剛講的有資源嘛 那其實同學們靠這個來 來先學習 或者是說有一個基礎 我認為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要專精的話 我認為還是真的要有專業的教練 因為如果你沒有專業的教練來指導你的話 投球會很容易受傷 比方說手腕的運用 這個投球的軌跡的運用 但他不會告訴你怎麼投才不會受傷 所以我認為棒球這項東西 甚至是投手 還是需要有專業的教練來告訴你 該怎麼投 那怎麼樣的一個技巧 會讓你更好 那怎麼樣投 防止受傷 那投完以後 又該怎麼去注意事後的恢復 或者是防護等等的 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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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擺